就是說我們那個編號 這個 number 這個欄位 number 欄位就編號 那編號如果要改成自動 自動加1號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不用文字 因為文字的話 比如說文字 假如說你要1 1要加1的話 其實它這個形態不符 所以如果要加1的話 一定要把它變成數字 就是不能有那個字串 所以第一個你要把形態改成那 integer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用 integer 變成一個所謂的數字 那不用 不需要 double 因為不用小數點 那空一個的話 就不要讓它重複的話 那一定要跟它講說 這要變成一個 primary key ok 那你就 這打錯了 primary key 當然這個它沒有區分大小寫 不過我習慣就打大寫 然後面的話 如果要自動增號的話 那那個你要怎麼 這個應該有學過 auto in 什麼呢 crement ok 你們有學過SQL課程嗎 資料庫嗎 應該沒有問題吧 ok 所以我就第一個先把形態改成 integer 第二個的話我就跟它講說 這是 primary key primary key有個特性 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它一定是 unique的 一定是唯一的不會重複 第二個的話呢 不允許諾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有資料 然後面的話 auto 打錯了 increment ok 應該沒錯 auto increment 那這邊要拼錯 然後呢 這一個欄位呢 它就會自動增號 也就是說這個欄位 你將來insert into就可以不要理會它 它會自動增加進來 所以底下如果你上面改了之後 那你下面的部分特別注意就是 但是這個欄位裡面呢 你這個地方就不應該insert into給它value 如果給它value它就會發生錯誤了 ok 反而不應該給錯 不應該給 所以這個應該把它刪掉 但是刪掉之後特別注意哦 你刪掉之後的話呢 前面這邊values前面哦 本來應該就是要有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就是哪一個欄位 那如果你是全部的欄位的話 你可以省略 可是如果你不是全部的欄位的話 那你要告訴它說 你是哪個欄位 所以哪個欄位呢 應該是電話那個欄位 也就是說insert into的時候 我要把這個values放在這個裡面哦 ok 前面之所以不加是因為兩個欄位 我都要放資料 我可以省略 如果你只放其中一個 你就不能省略 這個是SQL的一個基本的規則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SQL很麻煩 你差一個字錯也不行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加的話 你如果把它弄一下 它會發生什麼事 cancel一下 我們把它改一下 table也去改 table02好了 不然的話剛剛已經table01了 那create的一個table insert into也table02好了 然後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當然如果你 假如實行之後的話 它會怎麼樣 因為這邊會叫database lock 為什麼 因為我有run這個 它會把database給lock住 所以我把它關掉 再讓它跑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執行的時候 發生什麼database lock 就是因為被SQLite browser給開啟了 所以你必須把它關掉 否則它就把它lock住了 這邊會跟你講說 你這邊有一些什麼 operationale table 這個你有兩個colors 但是你只有給我一個value OK 那就應該可以看懂 其實都會告訴你 我覺得它這還蠻貼心的 應該敘述都夠清楚了 所以怎麼辦 你就直接在這邊 就是加一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哪一個table 後面加一個小括弧 然後跟它講說哪一個欄位 所以也就以後 如果你有不同的欄位 你就一定要加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OK 這個也OK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執行一下 看會不會OK 它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那表示應該insert into進去了 那我們可以再利用什麼 再利用那個SQLite browser再開啟 OK 然後一樣把它開啟那個 這個db 就有table02了 而且它這邊也會告訴你 這個field 它是intention 而且是一個primary key 它這邊都會自動顯示出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 browse data裡面有個table02 看一下裡面data對不對 有一個1了 但是現在當然就是 變成說你只能run一次 跑一次run一次 但如果說我今天第二個需求 我希望幫我改成什麼 一個無窮回圈 然後當我輸入-1才結束 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的 加一個x吧 x等於什麼 等於input OK 我就input一個什麼東西呢 也許跟它講說 請輸入電話號碼 OK 然後它就接到了放在x 那將來的話你就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變成什麼x嘛 特別是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兩個加號移到中間 加一個x就可以了 把它串在中間的意思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自串串中間就把變數 第一個就是切開來 串在中間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輸入放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跑 只會跑一次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能夠讓它不斷跑 直到輸入-1才跳離 前面有寫過嘛對不對 寫的方法很簡單嘛 1 請你在上方寫一個file 我習慣了 我前面講過 我喜歡寫一個file 1冒號就好了 1的話就true 意思是說一直進 無窮迴圈 如果有1的話 表示說你一定要個break 否則的話這程式跑不出來 那什麼時候break 輸入-1嘛 所以呢 我們file1之後 都把這三行按個tape 讓它在下一節 就是它輸入一次 就execute一次 輸入一次execute一次 那commit是最後再commit就好 因為你不要說 輸入一個commit這一次 它浪費時間了 你剛才整個做完再commit就好了 ok再確認 好 那可是問題 我們要break 你現在跑它一直跑一直跑 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 怎麼辦呢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在這個底下加一個if 這很簡單 if什麼 if這個x怎麼樣 他如果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1嘛 1特別主要一定要是字串1哦 你不能是數字1哦 為什麼 因為因不折故來的一定是文字 所以之前有同學是寫成什麼 寫成這樣子 他說提法有輸入1為什麼跑不出來 因為他是文字1 不是數字1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打一個什麼break 這樣就ok了 應該程式都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程式吧 並不複雜 ok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輸入看看 所以他無窮回圈進到這邊輸入電話碼 如果他是-1打一下-1才對 如果他輸入-1的話 那就break掉 那如果反之不是 那我就把電話碼輸入 ok來試一下看看 那這樣跑應該沒問題 執行他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輸入電話碼 我隨便輸入一般是這樣02開頭 然後123好了 enter 然後再來就是02456 enter 然後02789 enter 最後輸入一個-1 能不能跳零呢 如果可以的話那表示ok了 enter 離開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check一下 切到那個 他沒有lock住 ok 那就切過來 再切過去 然後再把它看一下那個table02 有沒有多了三筆資料 有了 有沒有這三筆 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其實你要把資料放在資料庫 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程式不多喔 所以我剛剛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我先修改了這個地方 把test改成 這一串恐怕還是要記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要把它改成input 並且改成無窮回圈 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就把它跳離出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x進來 但是前提就是多這三行 讓它可以做一個無窮回圈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畫面切一下 ok 好吧 謝謝